玉璃正名代表会定期会18号由秀吉萨夫洛 叶维琪两位代表进行总质询 秀吉萨夫洛先是针对玉璃正推动观光行销力还是不足 认为公所需要再加强 而谢维琪则是针对玉璃正清洁队员人力不足的问题 要求公所审慎评估可否编列增加清洁队员进行说明 玉璃正名代表会定期会18号是由秀吉萨夫洛 叶维琪两位代表进行总质询 秀吉萨夫洛先是针对玉璃正推动观光行销力还是不足 认为政工所应该要再加强 还真不如我们坊间春日里的米86 还有我们春日里的我们国际强益之名的国际的游戏服画家 还有我们193县的子弟兵 这么优秀的在体制里面 都是强益国际 叶维琪则是针对玉璃正清洁队员人力不足问题 可否编列增加清洁队员来进行咨询 36个我们的垃圾量比其他象征多吗 我们这边没有大型饭店哦 我们这边只有一般的民宿 玉璃正那么会制造垃圾需要那么多的清洁队员 他们要以山倒海 要把那边的山要移到我们那边吗 前所长 这是他写的吗 他写的应该是你也是你指示的吧 是吗 我是听他建议 你听他建议 那这个就不用了 10个做什么 要花那么多的钱 既然你们没有那样的一个能力在 能力又那么差 他还多了个10个 放在那个地方好吗 人放在那个地方对吗 现在也有一些服社会牢狱的人 两位代表也针对各社区的聚会所兴建 原归台风之后的农路修建问题 玉璃正全镇陆药瓶灯药亮等议题 进行总咨询来为各社区的民众把关 记者高双双预见采访报道